这仪仗看似很近 可却是一个界限 星辰与星空之间的界限 东圣星的天有多高 这一刻孟昊可以回答 天有十五万丈高 他的身体在这距离界限 只有一仗的高空停顿下来 他的全身焚烧 可他的双眼却是带着锐利之芒 他看到了仪仗外的星空里 此刻除了那庞大的阳星外 有一片奇景 眯眼凝聚出来 那是一片赤红的结云 在云中赫然有一块巨大的黄色巨木 在结云内若隐若现 此木散发出沧桑之意 仿佛从天地初开始 就存在于九大山海中 轻易不会显露出来 唯有在特殊的时刻才会出现 那是肉身真仙成为真圣后的圣洁 如同真仙时的真仙洁一样 仙洁是门 圣洁是墓 迈出一步就走出了星辰 走到了星空 迈出一步 圣洁就会降临 梦浩在这仪仗内停顿 他望着仪仗外沉默不语 这一刻大地上那些修为高深的长老 有不少神色漠然一变 圣洁 大长老垂下眼帘 可他的右手却是在这一刻微微的握紧了一些 梦浩的瞳孔内 梦浩猛的抬头 又等了五夕猛的迈出了那最后一步 一步 一仗 在梦浩走出这一步的刹那 东圣星内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修士 全部心神狂震 尸声哗然 梦浩走出这一步 迈过这一丈的瞬间 距离东圣之阳结束 只有十席 这一步落下 他踏在了十五万丈的高度 迈出了东圣星 踏入了星空中 在踏入星空的刹那 一股让梦浩无法形容的光与热 轰然来临 自眨眼间就可将他的身体直接融化 与此同时 那一片片结云翻滚 其内的黄色巨木直奔梦浩 轰击而来 这一切都是眨眼间发生的 快到了极致 而梦浩这里 几乎在他踏出这一丈的同时 他身后的法相默然出现 这法相轰隆隆间幻化 不再是五千丈的高度 而是达到了七千丈 七千丈 堪比七境仙 等于是体内的仙脉 开了七十脉 甚至在很多寻常修士的判断里 七境仙就是仙境的巅峰了 能达到这种七千丈的法相 不是因梦浩体内的仙脉出现了七十条 他的仙脉依旧还是一条 依旧还是只差半点就可突破 而是因他的肉身真仙 从而引动他体内的气息 这才形成出来 可这对梦浩而言足够了 足够的展开他至今为止 明悟的所有神通道法中最强的 至尊桥 这是他在三大道门的试炼内 明悟的至尊法 此法当初看到人不少 一旦展开 梦浩方木的身份就会暴露 但他既然决定展开 自然是有了准备的 幻化石不再是桥的样子 而是一样成为了巨木 沧桑之木本是至尊桥 出现在梦浩的四周 只是一个虚影 仿佛不稳 可在出现的一瞬 一股无上之力轰然爆开 在这爆发下 将光与热骤然驱散 向着那来临的结云之木 轰轰而去 在撞击的刹那 梦浩将全身的修为 全部力量都融入到了 这至尊桥变成的巨木内 拼命一搏 轰轰轰 巨响滔天 这两块巨木碰触的刹那 结云之木立刻颤抖 居然肉眼可见的层层碎裂 直接崩溃爆开 与此同时至尊桥也震动中消散了 至尊桥虽然强悍 可梦浩的修为无法将其发挥出来 拼了一切凝聚生命灵魂 也只能做到将结云碎灭罢了 梦浩身体颤抖 喷出一口鲜血 这一幕撼动苍穹 从来没有人在对抗仙劫时 能如梦浩这样 直接将其崩溃 那是至尊桥的浩瀚 那是至极的霸道 随着节目的四分五裂 结云消散了 一缕缕仙气 猛然间直奔梦浩而来 顺着他的全身汗毛孔钻入 滋润他的身躯 使梦浩的肉身在这一刻 彻彻底底的蜕变 真正的达到了仙体 真正的成了圣 仙气的疯狂涌入 使得梦浩获得了 在这星空中 面对阳星的资格 哪怕这资格很勉强 只是让他从瞬间死亡 拖延了一下 可对梦浩来说足够了 借助仙气的滋养 梦浩冷静地站在星空中 不去再以结云之木 而是在这仙气 与光热的对抗里 为自己争取这最后的十息 他目不转睛地 望着庞大的阳星 任凭时间一息息过去 哪怕有仙气滋养 哪怕他的肉身真仙 可他的身体 依旧在那唯有道径 才可以面对的恐怖的阳星下 开始了融化 仅仅是三息 梦浩的双腿就融化了 六息后 他的双手以及身体被淹没 唯有他的双眼带着惊人的坚毅 死死地盯着阳星 阵阵灵悟 阵阵规则与法则 在这一刻轰然地涌入梦浩的脑海里 他在快速地吸收 他的心神内没有丝毫的慌乱 不是对死亡冷漠 而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死 当第七息来临时 他的身体已成为了模糊 第八息时 他的一只眼睛融化 第九息时 梦浩的头颅也都坍塌 死亡来临 可他仅剩下的一只眼 依旧死死地盯着阳星 他很冷静 没有丝毫的慌乱 至今为止 从他踏出星辰后 一切的发展都在他的推演计算之内 还没有出现意外 最后一息 骤然到来 在梦浩的意识即将消散的刹那 突然的 那颗于星空中的阳星 瞬间模糊 这模糊是一种更高深的法则 梦浩亲眼看到 有一个巨大的阴影 在这一息中 直接出现在了阳星上 将其遮盖 这阴影一瞬将阳星全部覆盖后 整个星空瞬间漆黑 与此同时 所有的光与热都在这一刹 消散得无影无踪 梦浩的身体外那致命的炙热 在这一刻也随之轻刻散去 而他的身体在永恒的境界中肉眼可见地恢复 几个呼吸后 他的身躯 重新出现在了星空内 梦浩抬起头 神色从始至终都很平静 望着遥远的星空 那里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了 可他能感受到 在那里阳星 还在 地九山遮盖了阳星 梦浩喃喃中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之前阳星被遮盖的画面 还有他之前看到的那十夕中感悟到的阳星法则 隐隐间他似乎抓住了什么 有一种当初在三大道门的试炼内创造神通时的感悟 梦浩沉默 闭上了眼 心神沉浸在脑海残留的画面中 慢慢盘膝坐下 几乎在他盘膝坐下的刹那 一道道身影 赫然从东盛星内飞出 芳熙的父亲就在其中 这些飞来之人 足有上百 每一个都是嫡系一脉的强者 这些人神色激动 在飞出后 在靠近孟浩时 立刻就看出了孟浩如今的状态 这些人纷纷神色一阵 他在感悟 只有在道境才可以在星空直面扬星 可这孩子居然以如今的修为就做到了这一点 哪怕只是实习 可对他来说 这造化太大了 不可让任何人来打扰到他 这些嫡系一脉的老者 立刻守护在了孟浩的四周 为其护法 很快的 更多的嫡系一脉的族人飞来 看向孟浩时 都在激动 为其护法 冬圣星在一片震动里 慢慢恢复了运转 此刻的冬圣星大地一片漆黑 成为了黑夜 冬圣之阳结束了 这场造化 也落了幕 凡冬儿等人一个个带着复杂 相继离开了东圣星 在飞出星空时 他们每一个人都看了孟浩一眼 目中更为复杂 周心 宋罗丹 王悟 太阳子 孙海 李灵儿 全部如此 此番回去 我就打算闭关了 不到真仙不出关 周心林走前 看了孟浩一眼 轻声开口 若没有意外 百日之内 我就会踏入真仙 李灵儿狠狠地望着孟浩 转身一晃 踏着飞缩远去 方浩 真仙静后 以我们之前的积累 每个人都可直接达到仙境巅峰 开出九十脉以上 樊冬儿咬牙看着孟浩一字一字的开口 希望你也要努力 不然在真仙这一步上 你就给了我超越的机会 王悟紧握着拳头 坚毅地说道 他们每个人在临走前都会看向被嫡系一脉守护的孟浩那里 如字语般说完一句话 这才离去 随着他们的离开 方家内方浩这里彻底的瞩目了 被绝大多数的族人看成了超越方卫的 方家此代第一天交 方卫沉默 随着他父亲与祖父回到了祖宅深处 他不甘心失败 在回到了修建在地下的密室后 方卫墓中露出果断 看向他的父亲与祖父 我要修行 以西黄泉道 他父亲听到这五个字后 神色一变 不可 此道虽是我方家四大镇族之法 可却不完善 比之一念轮回绝有太多的危险 你身上有第六祖印记 日后执掌方家 区区一次失败而已 莫非就失了道心吗 方卫的父亲近乎于立鹤般的怒道 可他也是方家最强之道 能开九十八卖 比之一念轮回绝多出四卖 相信六祖宫对此也会满意 方卫平静地开口 方卫的父亲正要说话 却被方卫的祖父祖拦 这老者深深地看了方卫一眼 沉生说了一句话 你想清楚了吗 很清楚 我要修行一席黄泉道 以此道成真仙法 百天之后我要么失败堕入黄泉 要么成功以此开脉 成就九十八脉 方卫垂下眼帘轻声说道 我若失败 爹 爷爷 就将属于方号的东西还给他吧 而我若成功 就注定了他当年的出生冥冥中 本就是为了成全我方卫 方卫双眼内露出如刀锋一样的光芒 方卫的祖父沉默 片刻后双眼一闪 重重地点了点头 转身时出了密室 方卫的父亲欲言又止 可看到方卫的坚决 他暗叹一声 但很快的 他内心就对孟号那里 起了更强的杀意 不管为了能否成功 方号 你活不过百日 方卫的父亲面色阴沉 走出密室 时间流逝 东盛兴 东升之阳结束后 整个地九山海 所有宗门家族的天骄 都陆续开始了最终的闭关 冲击 真仙境 七天后 东盛兴已恢复如常 东升之阳似乎成为了过去 可这一次的阳星造化中 方号的名字 却是骤然崛起 整个方家都在谈论着方号 整个东盛兴也慢慢的传开 血脉门光万丈高 要格内以完美至极的方式走到了第七层 炼制出了三圣丹中的都天阳神丹 肉身真仙走到了星空中直面阳星 随着一笔又一笔 与孟号有关的事迹被传出 方家族人更为的震动 东盛兴的修饰也将孟号这里 看成了是方家的崛起 焦阳 孟号始终闭幕 盘膝坐在星空内 沉浸在感悟之中 直面阳星 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惊人的造化 尤其是他看到了九山吞日那一幕 更是在他的心神内出现了震动 在这感悟的第七天时 他的身体上散发出了光芒 这光芒扩散时 与他的身后赫然出现了法相 这法相七千丈之高 出现时让四周为孟号护法的那些嫡系族人 都纷纷看去 就在他们看去的刹那 法相忽然身体一阵 居然在缓缓的膨胀 与此同时 孟号体内的那条纤脉 也在缓缓的扩散 似乎这一次的感悟 对孟号修为真仙 也有一定的推动 时间流逝 三天后 孟号全身光芒无尽 他身后的法相 已不再是七千丈 而是到了七千五百丈 这样的高度 堪比开出了七十五脉的先进修士 让嫡系一脉的族人 再次振奋 又过去了五天 当孟号在这感悟中 整整半个月的一刻 他身上的光轰然爆发 随着爆发 他身后的法相 直接从七千五百丈飞越 成为了八千丈 八千丈的法相 惊天动地 嫡系一脉的族人 都激动得目不转睛 这是堪比开了八十脉的先进修士 而八十脉 已是一些宗门家族的内门弟子 在先进中能做到的程度 谢谢大家